那很多花友呢喜欢养一些个开花又大又漂亮的花 你像这么一盆啊 正常的社会价应该会倒到六七十 今天老花一教你不用十块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你像很多话说老花一这绣球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你要知道绣球是可以春化的 什么叫春化呢 就是在冬天低温的时候 它会落叶子 就是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这种光感感 你像我们手里边拿的这个呢 就是第五代的红色无尽下了 它相较于其他前面几代来说呢 它的直立性包括开花花期方方面面都很优秀 这个呢我们换上盆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养起来的状态 甚至比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还要好 因为这种呢是叫错季节的 因为它有加温费方方面面 或者是要拉到云南或者广东那种高温地区去养护 这种呢可以卖一个高价 但是呢咱们啊老花一就是北方的山东人嘛 咱们呢把这种小的这个苗子 第五代红色无尽下搞了一千盆过来 给大家放福利 19块9是两盆的价格 你能够看到的这所有的这种小叶叶小牙脸 未来长起来一颗 都是这种直立立的大花头的花枝 开花的效果就是这种 如果说你真需要这种的话呢 我们就卖60块钱 如果说你想要省钱的臭宝 同样可以漏它 养护起来比较简单 全国各地可以实现地灾 零下30度没有问题 它可以实现地灾 如果说光照很强的臭宝呢 夏季高温适当遮阳 能种到树底下会更好 多年生直立性会更好 然后呢数量并不多 如果说你看购物车里面有的话 就还有 没有的话呢就没有了 回家以后记得换盆 记得好好养护 记得关注老花一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以及分享很多很好的花卉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吃饱 喂 嘿嘿 嘿嘿